真的 你要幹嘛 我在幹嘛 我在隨便亂指骰子啊 我要看我們隨便亂指骰子 選出來的隨機號碼的股票 到底會不會比一般的股神的股票還飆 告訴你現在是隨便猴子射飛飆 你知道我罵自己喔 也會中的死袋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除了這以外 這今天這節目特別企劃 還有華爾街名言怎麼樣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五月賣股走人 這是是否不一樣 好不好 這跟你講這些人多好 對 連家軍動起來動起來 IC設計動起來動起來 最標的標股 你有沒有 今天節目很精彩喔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售 爛捏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瑞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總 嘿 嘿 五月賣股走人這一次是否不一樣 五月來了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華爾街名言 真的嗎 今天要告訴你 五月是否要賣股走人 好不好 除了這以外 欸 連家軍動起來動起來動起來 埃斯設計動起來動起來動起來 最標的標股 你有沒有 今天要跟大家講些原物料 攢價股 跑到油升上去的 乾鐵就算了還油 有沒有好不好 這除了這以外 同樣我們來跟大家講 特賣商品 特賣商品就是 炸物拼盤 炸物拼盤 因為很油嘛對不對 對啊 都是油炸的 炸物拼盤 我來吃一下吃一下 嗯 來來 嗯 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是起司條 這是起司條 Hooters起司條 居然拉不起來 因為有點冷掉了啦 應該是這樣 是啊 是冷掉拉不起來嗎 因為熱的東西才會拉啊 是喔 對啊 吃這個原因喔 這不是常識嗎 呵呵呵呵 像我 哪有啊 Friday還是很熱啊 還是可以拉起來 是這個原因嗎 嗯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Hooters 真的是東西我覺得還好 我是覺得蠻好吃的啦 那我們來問問看今天來賓的想法 第一位 好 凱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們吃起司條 好吃 我沒有起司條 起司 沒有不好笑 起司 要笑嘛 好不好 而且 如果台股不會長的話 就氣死人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再來第二位來賓 張家軒分析師 家軒哥好 大雨 就要開始不停地下 我的心 我的心 已經完全地失去方向 我知道你有沒有看 帶我到可以暫停的地方 那個上次唱那個三月裡的小雨 不是你那個 威力不太夠啦 你大概降了五個Key你知道嗎 降五個Key啊 我好像有聽到五個耶 對 對 那希望因為這兩天台灣開始下雨了嘛 希望藉由這首歌大雨 然後讓台灣可以開始下雨 解決這個乾旱的一個現象 真棒 雨下越多 台股長越多 大家說這樣好不好 哦 哦 哦 都選四張了 好嗎 好 好 可是身材永遠保持是一樣的 苗條美麗的 但是每次都有新標股的 來 苗條美麗的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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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今天有一個 進企劃 6萬 訂閱人數 5萬 特級1 Luckyball go 為什麼要Luckyball 來我們來跟你講 對 不要亂講話 不要亂講話 來來 Luckyball 好 我們先要介紹一下規則 再調開我就不錄了 不錄了 跟你講 那我們先來介紹我們這一次的遊戲規則 對 Luckyball 等一下呢我們來賓還有主持人都會抽出一支股票代號 對 那大家我們就會在5月14號下下禮拜五的時候公佈我們的成績 成績 好 隨便設非標的喔 隨便選的喔 隨便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多投股市 好不好 來看一下好不好 應該來做PK 大家可以在下面投票支持誰哪一位的股號 寫上你支持的人加上他的股號 那就會參加今天的投票 好 那如果有績效最好的就可以直接獲得抽獎機會 我們在5月14號的時候就會抽出五位中獎者 會送你精美福利品 還沒講喔 還沒講 我們還在想 不好意思 下禮拜一再跟你講要送什麼福利品 你們先留言就對了啦好不好 好不好 福利品聽起來很廉價耶 好像二手貨 不是絕對是一手貨喔 金美 來來來來 我們來抽我們來抽 好 哲哲先抽 你幫忙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來抽囉 這個是8 算了 1 1不錯喔 來來來食品類喔 還是油類 這樣有符合今天的主題嗎 17 17 有喔 178 178 178 真的喔 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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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何康生 何康生 做什麼 做什麼 被收購嗎 大江要收購何康生嗎 178 可是股價應該是平的啦 因為家衛就在那邊 應該是平的喔 對啊 白抽 好 這完全是沒有靠實力 是靠近距離 何康生 這個何康生 我們完全沒有那個的喔 沒有作弊的喔 好 那在接下來 我們會請來賓公正公開的每一個 都選出我們接下來的故號 來看一下我們到時候會每個人都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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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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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嗎 我 不知道 為什麼 有沒有 沒關係 霸光霸光霸光 又一二 偷看 真的耶 啊 161太高就抽到了 那我們來公布結果喔 來看一下1783何堪森 我走勢度不錯耶 這不錯喔 你看1783 慢慢找一個跳空暫停喔 要支持我 你看這不錯 上去13還有13高 完全憑運氣喔 完全憑運氣 一萬抽的喔 玉凱9元 9元不錯 9元應該有可能最標喔 所以我跟你講 隨便射到那邊我們都亂抽的喔 公開驗證 以後都不用做節目 不要做節目了 隨便選就好了啦 好不好 好再來一一一 宴力是宏太 宏太也不錯 宏太超優的喔 來長一倍了好不好 宏太是甚麼的 是甚麼的 電線電纜啊 電線電纜的嘛 對 到同物價嘛 對不對 那個佳軒我看是輸定喔 5288 也不錯耶 我們都選標股 怎麼會這樣子 不要錄等一下不要錄 以後就用抽的就好了 好不好 抽了以後決定應該是甚麼 每一張股票都標股嘛 有沒有看到 5月14號就會看跡銷 我讓你們知道 隨便就是社飛鏢 都可以選股 好不好 歡迎在底下留言 選一個你最支持的 就可以參加抽獎 我們來做一下這樣是不是大多頭 是 如果大多頭是隨便社飛鏢 隨便抽一下球 所以你有時候 憑骰子骰一骰 決定你要買甚麼股票 說不定可以賺錢 我們來真正的一個實驗 社會實驗來看一下 兩個禮拜後 甚至我們一個月可以再看嘛 也可以嘛 兩個禮拜看一次 一個月後看一次 看我們在選股 一個月後 所以兩個禮拜製作人要記得 同批人馬 大家來看一下這些股票 好不好 一個月後來驗證一下 是不是我們隨便選都選標股 然後漲幾% 看起來都很標欸 對不對 好厲害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先來福利社先解盤 特別企劃就好好玩喔 好不好 今天疊0.87點 倒是疊0.87點 還疊0.86點 0.87 0.87是不是 我剛才看0.8 所以0.87點 就好像 87 好像罵人 又加個0 你87 我先講了 先講 你沒有點 你沒有點 你就北七 你有個點 有個點 好不好 計較 好 但是今天又再突破歷史新高了 是啊 我們再來問一個問題啦 5月要不要sell email go away 5月份你覺得台股漲還是跌 畫圈還差 好 來 5月覺得漲 覺得會不會上萬8 2.4.6 會不會有機會5月上萬8 等一下也可以一起討論喔 那我們有些事情 全部這麼看好 來 簡短的說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資金行情嘛 如果說五窮六決七上跳 是過去大家最擔心的 我們可以直接看去年的五六七月 是一路往上漲的 喔 真好 來 好 剪短我喜歡 不用說啦 另外一個護國神像已經形成了 聯法科今天一架鎖到底啊 是啊 那五月有不長的道理嗎 是啊 而且其實那時候 我們算英雄所接電筒齁 其實五月十一號有 台積電董事會到底要不要多發一點鼓勵 這蠻重要的齁 那實際我們福利社很少就講說 這鼓勵政策很重要 你看台積電 願意多發個十六元 一下鎖死 聯法科 市值跌倒 所以聯法科說錯了 聯法科 台積電是不是到時候 86元 哇 馬上 馬上我自己去買啊 沒有啦開玩笑啦 好 來電力姐 台積電就是 不多發一點鼓勵啦 是啦 那其實呢 現在就是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投機行情 就是輪漲 所以目前看起來聯法科很強 然後其他的相關類股也在輪動 所以接下來行情還是持續看好 真的現在投機行情 隨便抽股票 抽 都覺得市場都是標股 我們今天小編在討論啊 主力說不定在家都在抽球 抽球 今天食品股 好 就買食品股了 好不好 像行情真的是 像是投資也投機行情 好不好 因為定存利率實在太低了 所以大家都認為 加錢的月限 246已經連續半年了 第七個月還會連續的上漲 拭目以待 好不好 來 所以外資賣63億 你看像外資其實不怎麼樣 外資數據噗噗噗噗 內資根本就不甩他 你外資你要績效差隨便你 你看外資一賣期貨增加 像外資已經不重要了好不好 是不重要了 連發科海鑽 Q1更高 Q1新高 Q2更標 最主要是每年加發股型16元 所以你看好我們福利社每天在討論 在跟你討論 殖利率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原物力要漲 原物力要漲其實EPS增加 殖利率可能會增加嗎 好不好 所以我們為什麼選原物料標股啊 選一些同盤股啊 都是這些觀念 好不好 所以你看加發股息16元 我們那時候討論台積電的法說 結果台積電外資那些法說 沒在問這些東西 你看市場就是要知道股息 鼓勵到底多不多 我們福利社率先解這些東西 很重要好不好 所以福利社領先各個節目 日月關超萬 產能公不應求 是 來產能公不應求 就是跟大家講 所以除了這以外 等於說IC設計 或者是上游 或者是下游這些封測 全部都滿載 好不好 全部都滿載 其實今天Tim Cook有說過 他說 其實iPad他說現在 他說最近會營收可能下滑 因為他可能最近切貨 切得非常嚴重 還有其實 我人士的賓士業務 BNW都說 其實現在真的車用晶片 真的缺了 比如說他們一些自動駕駛嘛 對不對 對 Level 1的那些自動駕駛 就比如說安全防務啊 或者是說 安全防務的一些晶片 他某些晶片就缺了 對 比如說這個車值300萬 賣280萬 晶片便宜 晶片有些東西晶片沒有啊 就是你要加錢也不行買到啊 就是有些少一些安全防護啊 防護側狀啊 或者說把這個軌道偏離啊 有些晶片就沒有了 某些晶片是沒有的你知道嗎 是 煙割製的 所以真的是跟你講啊 真的整個設計 整個那個產業喔 晶片真的很缺很缺很缺 這不是開玩笑的 好不好 所以真的上下有的感覺到 而且物價也通風膨散 好我們去看 好 來 今日我最貼 我們選一下這些股票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厲害的來 好 連發科 今天開盤都在補索子 外資看路2000塊啦 好不好 再來 星光鋼 剛剛好 這個我們要 應該 鋼鐵骨應該是宣哥最愛 好不好 台劇 台劇好不好 現在也是塑膠這些 雅劇都很長 好不好 來 大統一 油沒有 油 中紅 哇 甘鐵骨很強 布部長 林洋 林洋 還沒創新高就有機會了 好不好 阿姨設計這些連家軍很強 你們要選哪一檔 不是我的話 我當然是選聯發科 昨天我才來過 我就講聯發科 對啊 昨天才講 今天就長 帥喔 好 來 可是買不到啊 買不到 好 這不算 我也是選聯發科 因為他 你也選聯發科 一千一百塊 你們到我們福利社的投資朋友 我們都有選擇 聯發科我選好幾次啦 每次 你也要選他一下 算不算 這 這我比較不會用 你比較不會用是不是 年輕人的一話語 好啦 好 來 所以兩個都選聯發科 那我只要選新一點的 其實大統一不錯啦 好 今年第一季賺三塊多 那如果 那年都一塊多啊 大股成長啊 有低價的這個 黃豆的庫存 好 大統一馬 如果是他們不選聯發科 你會選聯發科嗎 我上來就是看好聯發科 我記得我們過年前 就有特別的 有有有有 你還不是很聯發科 劉盈勇 你還都記得EPS很多 那我也選一下好了 選那個 原物料的 選台具好了 好不好 反正現在 三十四五十塊的股票都 同盤股比較容易展 好不好 給大家一點同盤股 因為 要大家買聯發科 畢竟要買的人 還是比較少好不好 台具亞技已經不錯 好參考 Roy你要選什麼股票 大統一 大統一 有沒有 好很好 兩票兩票一票 都不錯 好來看一下我們下個單元 財經大頭條 大頭大頭大頭 大頭 下雨不愁 來 IC收集動起來 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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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聯家軍的表現 算是比較強勢 尤其是 聯電聯發科 我們都是泛指聯家軍 那當然聯電今天是比較慘一點點 那最主要的題材 還是在於聯發科的部分 對 那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 他昨天法術會的一個內容 好 來 聯發科法術會的一個重點 當然 他第一季的成績 就繳出非常亮麗的成績帶 是 這個 三綠三升 毛利率果然如預期的來到44% 那三綠三升 美股的存益呢 16.21元 非常厲害 第一季就賺了16塊 遠優於市場預期 這句話應該是重點 所以說 這造就他今天一架縮時的一個關鍵 那第一季的展望呢 本季第二季的展望 大概還可以再競爭 10%到18% 年增率呢 76%到89% 將近要翻倍 所以他展望也看得非常好 全年度呢 這個他認為說 今年全年的營收成長率 相較去年可以成長到4成以上 對 那毛利率呢 就是我們昨天的節目 大家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原本預估是44到45% 可是他上調到 多了一點點到46% 表示說應該應該是不會低於這個目標了 那這個 其實我看到這邊我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真的台積電也應該漲價了 你不覺得讓客戶賺太多嗎 對啊的確是 他不漲價的客戶就賺很多嘛 是不是 你這個代表賺到流油了 有包含今天的主題 其實他是可以轉嫁出去 因為他可以轉嫁出去 要聯發科買單 你看你賺那麼多錢 對啊 你股價整的比我還兇耶 是不是 聯發科賺到怎麼樣 賺到他還可以加發 對 加發股力 今天其實很大一部分也是反映在股力政策 從2021年到2024年 每年我都加16 每年都加16塊給你 他懂市場的語言嗎 對啊 現在就是發錢的就是老大 你殖利率你看算一算 你再1100多塊 你有3%差不多 有3% 你看台積電你看 你這不增加的話 我跟你講殖利率 你就要發個3.5元也沒很多 殖利率也才2%多 就是啊 是不是要多發一點 台積電要多發一點 賣賣啦 賣賣 台積電要靠台積電 台積電多發一點 要懂市場語言 懂福利社的語言 對啊 他說5月11號看一下怎麼樣 好沒問題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當然今天台股在這個台 你要幫我們算一下 聯發科的貢獻之下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算式 因為大家很多人不太了解說 好像什麼台積電上漲 為什麼說 常常新聞在講說 貢獻台股多少點 其實他是有一個這個比 從加權指數乘以個股的權重 權重其實我們可以在很多網站都查得到 他們每個的一個代表權重 那你這個聯發科的權重 是這樣子 目前第二大權值股是3% 3.097% 所以說呢 我們用昨天台股的收盤價 乘以他的權重 再除以他昨天的收盤價 我們就可以得出這個0.5037 那0.5037這個結論就是說 聯發科每漲一塊錢 能夠影響加權指數上漲或下跌跡 對 所以說大概就是0.5點 那今天聯發科上漲105元 再乘以0.5037 所以說呢 他貢獻了52.9點 哦 這是每一塊錢的聯發科 或每一塊錢的什麼 畫一本 你知道這個股權重 對 影響的那個大盤的點位 今天的大盤點數 所以說今天他貢獻了 他今天漲了105元 對 所以告訴你今天影響大盤點數 52.9 對 所以說今天台聯發科漲停板 要不聯發科漲停板 台灣股市會再多跌個52.9點 對 其實今天台股市跌了 大概多跌個53.7差不多 沒有錯 那既然現在聯發科 已經變成一個中流砥柱了 好像要取代這個台積電的角色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會帶動哪些族群 一併的 是 連家區很瘋狂 對 連家區很瘋狂 那今天 這通通連家區 玉太不是 玉太不是 我們也是來看一些其他族群 是 那我們就是說 整個IC設計 對 IC設計 我們把它稍微分散一點 不同的產業 這是什麼 這個是玉凱的那種 太太家人股 就是玉太 玉自備的都算我的 都算你的 對啊 因為講天玉大家都聽膩啦 是不是 我們不要講太多次 那你玉就不理他了 還是會理他 還是會理他 可是我們今天講一些不一樣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那其實聯發科有多好 剛剛已經講過了 是 那以今天的收盤價 1185元 那第一季的本益比是16.21 其實本益比還相當低耶 你會發現IC設計族群 本益比低於20倍 其實真的都該買 真的都該買 那楊智的部分呢 當然因為他去年還是虧損啦 所以說本益比我們就 就打個X 不去做計算了 那金星客的部分 因為其實去年第四季才剛剛轉虧為盈 所以說本益比也相對比較偏高一點點 那支援的部分呢 因為在第一季已經公佈了0.68元 那本益比稍高 大概是27倍左右 那玉太的部分 他是做麥克風晶片的 他的股價呢 今天是311元 那對照去年的EPS 7.57元 大概也是41倍 稍微偏高 所以本益比年發客最低啊 難怪大家買年發客 對啊 所以其實真的是 還是年發客最好 當然也看過 而且值率又高 值率又高 現在還是有3%以上 三綠三四 而且現在外資目標價 都看到2000元了 不止很多不止亞棄外資 現在很多最近報告 看2000元了 對對對 所以說其實現在 我覺得年發客如果真的買不起的話 我們就當作一個指標來做觀察 好 它帶動的效應還是蠻大的 好 我們直接往下一檔看 那其實支援的部分呢 其實他第一季也是繳出一個不錯的成績單 營收創6年來的單季新高 是 純益0.68元是4年以來的單季新高 那當然股價也有在做一個表現啦 盤整過後做一個噴出 而且呢 其實在這個投信跟外資的部分 剛剛有開始做一些琢磨 我覺得可以留意啦 雖然說本益比稍微偏高一些些 是 可以做一個留意 下一檔 我們來看陽智 那當然陽智到去年為止都還沒有轉虧為移 那今年就是拚啦 拚拚看有沒有機會的轉營 那主要是在這個基上盒的部分 他首先封測的訂單能見度已經看到第三季了 那基上盒的產品他 今年在印度 非洲歐洲其實都有 銷售的這個程度都還不錯 那明年度在南美市場會是一個重心 那陽智其實我覺得說 如果你是真的很重視基本面的 當然不會是你的首選 可是就技術面來講 他今天是噴出的第一根 剛剛做一個突破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價可以做一個留意 好 再來看金星科 那金星科算是比較大的題材 因為他是 細字材的這一個部分 那他的主要的這個還有一個大股東 國發基金跟聯發科 兩個副爸爸做一個後盾 那接下來我們說 這個產品都是越做越小嘛 對 所以說輕薄短小的單晶片 就是說我們把很多的功能 合在一個晶片之上 還是會成為一個未來的趨勢 那這會由這個細字材的這樣的廠商 來做一個組合 那金星科其實是 本身是一檔極有股 因為這也是聯發科的小經濟之一 那創高之後拉回 剛好到這個季線 黃色這條季線的附近 我覺得季線附近可以去留意買點 好 請留意買 可是你不覺得他本益比太高 本益比高是高 可是因為他的題材我覺得在後面 而且他跟其他IT設計的這個框架 比起來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就框架不太一樣 所以他本益比高是值得的 本益比偏高 但是其實我覺得當然 你敢買 你覺得不錯 我覺得他也不錯 好來 對再看一下最後一檔 他是這個麥克風晶片的部分 因為他主要是收穫於中去年嘛 整個我們疫情啊 生活型態的改變 所以說在居家辦公的需求 跟這個品質上 我們要求也會提升 那這個維基店麥克風 其實他的年複合的成長率 大概是20% 再加上他的這個主要客戶 其實都是這些國際的大廠 那育太這張股票呢 其實我反而認為說 雖然本益比偏高 可是他是一個相對穩健的選擇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股價的走勢是這樣 一波一波慢慢的 像走樓梯一樣往上走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低點 小編幫我們畫一條線 做一個低點的連線 其實你只要再拉回 拉回連線的部分 就是說去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斜的 斜的 要斜線往上 你已經畫了 差不多就是基線的位置 差不多是月線的位置 對對對 其實你沿著這個線去做操作 對 直接一位線就好了 反正拉回月線 然後找一個買點 其實原則上 不太會賠到什麼錢 好 來 所以這些股票我們來看一次 再看一次 好 我們先看本益比 先看本益比來看一下 就本益比喔 楊智賠錢 你今天其實還有靈陽很不錯耶 靈陽也不錯 對 靈陽今天表現很票悍 好不好 我可以加個靈陽嗎 那大家選一下 可以可以 靈發科 智源 本益比較高 楊智 楊智本來賠錢的嘛對不對 金星科 玉泰 我們再多一個好不好 再多一個那個靈陽 選啊 畫一隻靈陽 畫一隻靈陽 亞洲靈陽 靈陽 那只剩選靈陽 不好意思 為我靈陽生定種 我覺得你今天這股票 我覺得我是老實話 我是想選靈發科 我也是 靈發科比靈陽好 可是問題是大家一千多塊 大家不想聽 你懂不懂的意思 好不好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好 那不然我們 你選什麼 我覺得請先請王嘛 我還是會選靈發科 靈發科 天機兩千本來就是把高空幹掉了 對 那昨天最重要的是有兩個 SUB6跟這個 毫米波的二合一 對 就是它可以適用在中國跟美國 對 就是說兩種方案我都幫你解決啊 你高空是什麼東西嘛 你落後我太多了嘛 是不是遜掉了 所以這兩個 晶片 就是天機兩千跟M80 你先高通 那第二個部分 它為什麼敢發每年16塊的股息 難道 明後年不會衰退嗎 他覺得不會衰退 我跟你講高階的在台積電 中低階的在聯電 保有它的產能 得產能的 得全世界 得天下 得天下嘛 所以 它已經有 台積電跟聯電的一個保障 誰叫你高通要跟 所以哲哲你不用擔心 我認為台積電如果說 五月中公佈鼓勵不如預期 最後立功測試之後 因為上游IC設計好 金元代工 沒有理由不好 因為產能都爆滿了 所以我認為 五月份台積電又會動 聯發科先動 我覺得台積電 我自己看了吧 台積電一定要發鼓勵多一點 會漲比較多 如果不發喔 我覺得就是要漲價 可是應該漲的啦 好不好 我就漲價很正常 沒有我的看法啦 你覺得反而不會 你覺得鼓勵少發了 不會怎麼樣 利空出景 利空出景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蠻好玩的來 我當然是選聯發科 我補充了30秒就好 就是呢 其實過年前我來錄的時候 其實一般反而是 預估聯發科今年的EPS 會落在44到48 目前看起來 至少是50塊錢起跳 甚至有機會到60塊 所以大家是聯發科齁 大家不要覺得太貴啦 你買買零股 50塊 我們同事 我們同事 就是存聯發科 從400多塊一路存到現在 哇 零股喔 一股400多塊 好棒喔 他是聽我建議存的 有錢就買聯發科 好不好 好 來 肉依當然是聯發科啊 聯發科 有錢就買聯發科 不行就買零股 好不好 記得一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聯家去動起來 阿易斯社去動起來 就這樣都寫個零羊 好不好 我去替大家幫他選個50塊的 你這樣子根本就講一講去 你這樣子很好混耶 不會啊 講一講去 還是聯發科啊 要選就選最好的 所以你看啊 你不要相信他講的 玉智貝的喔 玉智貝也不錯喔 這個穩健的選擇 好 二字禮羊 好來 好 非要的羶羊 好 所以我們下一個單元 跟你講 鼓是甜甜圈 焦點鼓搬你圈 什麼都是標鼓 你看我們今天隨便抽一抽 我的標鼓也不錯 什麼何堪森啊 最標的標鼓 你油沒有油 有沒有 感覺很油膩的感覺 油膩 你長的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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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油油了嗎 不見了不見了 好 開個玩笑 你對燕麗姐唱 他馬上給你翻臉 對啊 他怎麼看他怎麼會油啊 你就犧牲一下 讓我調侃一下 會怎麼樣 我也常常跑步 我做有氧不敢再做 我一個禮拜可以調侃你幾次 兩次好像很多了 好 那個最近 灌物街長 你看鋼鐵 航運 塑化 然後造紙 現在連食品都要漲了 我就自我墮落 那食品漲 那我這樣問大家 現在買得到 一百塊以下的雞腿便當 應該很少 很少 十年前我還有吃過 七十塊的雞腿便當 現在一百塊找不到了 幾乎找不到雞腿便當 十年前 進到海嘯的時候 我吃過 對 五十塊錢的雞腿便當 怎麼樣 該輪也輪到這個食品 這個族群 那我們來看最近黃小玉的一個報價 非常誇張 玉米從250 漲到500 漲了一倍 那小麥是還好啦 小麥500 稍微漲了 那漲最多的是這個黃豆 從大概是800漲到1519 也漲了快一倍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油 跟油有關係 食品裡面有油 那你 如果說有之前先低價庫存 那跟黃豆上來的 黃豆幹嘛 一樣嘛 炸豬 不是 他是原 原物料 要提煉油的原料 炸豬油 對 所以黃豆斬的油一定斬 對 所以他們就 一樣嘛 跟那個塑化或是鋼鐵一樣 有利差可不可以 你看喔 黃豆最近 拉很兇喔 對對對 這只要插話 我說老實話 我還真的覺得 雖然 費得說在後年才升息 那原物料展成那樣子 鋼鐵也展 你看鋼鐵也展 原物料也展 這講比較遠的 我還不認為喔 是後年才會升息 我決定提早升息 那個通貨膨脹那麼嚴重 對對對 你們認同嗎 葉莉姐你認同這個說法 認同這會跟我下一趴的原則是有關係 有關係就對了 你也覺得其實 我覺得費得講得太保守了 我覺得他不會那麼晚升息 因為你那個長的這樣子 所有東西萬物起展 下半年會長很兇喔 下半年東西你一定會長很兇 我們福利社先講在前面好不好 因為看這種長法 你看你怎麼BDI也長得很誇張 你不覺得嗎 對 你認同嗎 你覺得很多東西長得很誇張 對 那我們就一檔一檔來介紹 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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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權你喜歡嗎 你們就兄弟啊 你是兄弟善的不是嗎 我不是我不是 我俊國熊的啦 我跟你講我衛權是衛權龍的啦 小時候是衛權龍的啦 因為他解散他傷害我的心 我這輩子不支持他了 真的嗎 我跟你講喔 他的總教練葉君是我的學弟 看不出來我是棒球名校出身的吧 我們那一屆 不是看出來你比他老 真的蠻中肯的 我們那一時候同期還有王傳嘉 小弟在下 我知道 四零國小畢業 全球 全台灣那時候掃棒警標在第三名 他們是這個棒球隊 我是啦啦隊啦 威有榮嚴這樣子 這提一下嘛 好那之前這個育凱有推薦這個統一嘛 我就推薦衛權 來個龍獎龍獅大戰 對對 看看誰會贏 那我個人認為是因為衛權第一個他低價 對 那第二個是因為就是他走走走走出過去的陰霾 因為像比如說鼎心事件讓他可能形象受一些 對沒有錯 所以但是你講再好我還是不會支持衛權的 尤其是那個油的事件 沒有沒有其實 鼎心已經退出了這個衛權的這個董事會了 已經整個退出了嗎 可是股權還有嘛不是嗎 對股權是還有啦 所以我還是不支持 我冰感覺的 股價股價那是看最後的漲勢 是啦是啦不要跟錢做對齁 因為你去看嘛 我這樣講好冷藏事業的部分 咖啡他四張去第一名 對 貝娜宋跟什麼36法郎 對 然後林鳳雲賣的特別好還是很好啊 所以你看時間一過其實大家都忘記了 那我也認為說 要給人家一個機會啊 雖然他過去有放錯 但是他願意現在回饋社會 認養一隻棒球 所以我覺得不容易 好啦以前俊國雄 沒有人聽過俊國雄 你現在支持哪一隊 俊國雄二三十年前的時候在台中 你以前都聽過 後來變新龍牛嗎 新龍牛啦 所以現在支持哪一隊 沒有我現在就純粹觀賞而已 因為俊國結散之後 我心情就已經很大到谷底了 好啦好啦 蕙拳 你叫我支持幹嘛 好蕙拳 他受不了 他不想聽兩個老人在碎碎練 普風 好普風 普風其實大家會認為是說 這個只做雞肉 他還有這個全台灣最大的飼料 普風雞肉真好吃欸 對 百分之二十 像譬如說肯德基 或者說漢堡王 有百分之二十是來自於 普風的能長的這個雞肉 對 那基本上我本來大成跟普風在選 但是我看普風的獲利比較好 去年賺了6.18元欸 現在股價雖然八字頭 本益比才13倍欸 好就這隻 對啊 對啊 那你看 三月的營收其實 其實你都蠻會選標股 我只是怕最後你不選普風而已 是不是 他的中鋼購講的莫名其妙超級好 哇賽 講的又直接噴出去 我說這個我就要選中鋼購了 沒有 我們要選中鋼購 我今天要選普風 他獲利非常好 那那個飼料其實 我記得你真的很會選股 那個 他好像是泰國政大集團 後面有在支持 你知道那種 數學老師最怕那種 前面解題都對 然後後面答案給我改一下 好不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飼料也是一貫化的一個做 的一個狀況 他的成本可以降低 那這是第二檔 那這個福壽 福入壽 不是福入壽 也不是福入壽 三喜 不是喔 這個是做這個 跟這個油有關的 那基本上這家公司很特別 其實他早知道 他可能有預測到 今年的黃小鈾會上漲 所以他提前有去購物這個 購這個黃豆的一個原料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這個低價的一個庫存 那基本上其實 今年的這個第一季已經創了八季以來 單季的一個新高 所以我認為說 去年雖然獲利大致上大概 其實去年就已經賺了1.9了 對 今年保守預估應該有2.5 因為受惠於這個黃小鈾往上 那我認為以現階段大概接近30塊的一個價位來看的話 本益比其實還不會算很高 所以這個是第二檔福壽 第三檔 好 你說今年可以多少錢 3.5 2.5 去年已經賺了1.9了 去年已經賺了1.9了 十倍本益比 好這是福壽 好第三檔是福茂有 因為其實有很多啦 這個大統一本來我想要選 可是因為第一個太高價180 那等一下燕利會補充 所以我就先選兩個比較低價油的部分 福茂有 那一樣它受到這個黃豆的這個 大宗物資的行情往上飆漲 庫存的一個利差會推升它的一個獲利往上 那去年要配發1.4的現金股利 算是不錯啦 那今年首季單季每股會賺1塊 對 那以前都還沒有賺到這麼多的時候 股價曾經炒高到90塊 那現在單季1塊你覺得會到哪裡 也許有想像的空間 好 這是第四檔 好 最後一檔是南橋 南橋算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公司 它有做這個油脂肥皂都有 然後轉投資在大陸跟這個泰國也都有 那今年其實 很多人說當兵最怕肥皂掉下去 我都不知道這梗什麼意思 好沒事 好 這不好說啦 這不好說 這個 好那去年的第四季賺1.25 那今年第一季其實維持在一個高檔 1.12元 那今年的第二季其實它的一個上海子公司 準備在A股掛牌 普通會有提材性的一個發酵 所以 對 那你看嘛 今年去年大官賺大概接近四塊 今年有五塊 那基本上其實60塊以下來看的話 本益比也只有大概十二十三倍 好 所以這張股票其實也是食品股裡面可以留意的 好 那我想問一下 那那個 就是油啊 或食品股啊 普通是油嗎 普通是雞肉 所以沒有油 雞肉跟飼料 沒有 我就把食品股整個 食品有沒有 只是說食品股裡面的油 因為油的不多 因為食品股之後都要炸的 是不是 好 所以就是這五檔我認為有機會 所以是最標標股你有沒有是有含油的 可是他是把整個食品股放進去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走勢圖來 衛權嗎 對衛權 普通 福壽 好 福茂有 南橋 南橋 好那這些 你要選什麼 我選 南橋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就選你最標的股票 我跟你講這場就是會標 我跟你講 我太了解你了 因為南橋第一個 本益比跟 普風比較小 差不多 本益比都很低 都十二十三倍 普風不到十倍 第二季 他的子公司要在上海掛牌 上海A股掛牌 有短線的題材 你看葉莉姐笑到不行 你自己看 葉莉姐你做主 你做主 他是不是感覺好像 普風最好的 其實我會選普風 是啊 普風真的對股東很好 佩果佩琪一直都很好 是啊 本益比不到十倍 不是你剛剛講的 我講的我覺得 你的文章裡面 感覺你的說話裡面是普風 是最好的 這你七六五感情 對不對 十倍是做的 也可以啦 現在多少現在是八十塊 不是不到十倍 差不多十倍左右 今年可能再增加 變十倍左右而已啊 好不好 再來凱哥 我剛剛被佳軒哥說服了 所以我選普風 是啊你看 是不是 好來 完全講走我的話 我也是被說服 對啊 肌肉一定漲價嘛 是不是 好不好 一定漲價的 這個漲價也是師出有名嘛 是 謝謝 佳軒哥告訴我們普風 謝謝佳軒哥 就如同上次他告訴我們 中干夠 最後不選中干夠一樣的意思 沒錯 結果中干很漲啊 對 中干或中干夠都很漲 好不好 是不是 謝謝他 所以普風今天 我認為他就是為了的標股了 謝謝你告訴我們 這麼不要的標股 謝謝大家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喔 來我們看一下PK一下 加上古號 這是我們用號碼牌抽的 請幫我們拿一下 我們號碼牌抽的 好不好 這些東西 跟大家講是隨便亂抽的喔 球抽出來的喔 是隨機的喔 Random喔 所以跟大家講說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 我們要做個實驗 是不是隨便當個猴子 也可以當股神 好不好 隨便抽一下 猴子 幹怎麼看著我 赤木剛線 沒有啦 不要亂來 不錄了 好 跟大家講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提提大家 我們每週一三五晚間 八點上線 好不好 結果我們節目很精彩的 不同一般的財經節目 生動又活潑又有趣的 你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按讚留言 好不好 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訂閱我們 收看我們所有的影片 每週一三五晚間 八點上線 如果假日你像這禮拜五 勞動節嘛 對不對 大家勞工都要放假 我們就禮拜四晚上 八點放線 然後其他的隔一天 我們會隔一個工作天 我們會給你一個教學 還有個週一的中午 像今天燕麗姐 就會告訴我們 欸 美元到底要不要改買了 好不好 這很重要 所以這還真正口罐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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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今天是誰啊 我今天是群窩名人 我已人嘴團島 今天是這個元宵節嗎 我真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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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有賣球勢 他不會被等 你用轉角 他會有降速他的水 他不會過期 他不是那種時間的味道 他會有點風味的降 他你在開頭角 這樣 這樣 我每天晚上晚上8點 所以我上次的總播 對這台式吧 好 謝謝光臨瘋狂鼓協服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講錯了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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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